很多人都向往当空服员 但是先空服员就说 其实要求非常的严格 像是以外貌来说 齿裂必须要整齐 不能有刺青 服装仪容也是有要求的 像是发型得输整齐 耳环还不能带垂坠式的 就怕碰上乱流 会被扯到受伤 而穿上的制服就是代表公司 有的公司甚至规定 不能穿制服 搭乘大众运输工具 也不能搭几程 不管是在苏美岛的 无边际泳池放松身心灵 还是在英国伦敦街道漫步 曾经在薪水和福利 都很优质的卡达航空 任职的网红金儒 却因为在个人社群平台 放上制服罩无预警被离职 让空服员的美嘎曝了光 航空公司有一个概念就是说 我们工作是一个团队的 所以我们连走路都要一个团队 所以我们是不可以单独 基本上我们穿着制服的时候 就不可以边走边吃 那还有就是说 我们穿着制服的时候 是不可以搭乘交通工具 大众交通工具 那尤其是摩托车 有爱这个image的问题 其实空服员整齐的服装 仪勇很多都是为了航空安全 像是耳环的款式 不能带垂掉的 怕遇上乱流扯到受伤 包头和盘法 是怕勾到机上的设备 体重超过标准 就马上停飞 直接进减重班 等符合规定 才能排班复飞 B&I纸不对了 你如果穿得很紧 那就代表你发服了 就是停飞了 下班了嘛 就是在办公室 做这个checkout的动作 刚好好时不死 被他们CEO看到 就CEO看到他帽子 稍微歪了一点 那也没多想什么 结果 CEO还跟他打招呼 然后House will fly 什么什么 还跟他拉雷 就隔天 他就在他的 这个盒子 就是我们会有一个 所谓pigeon box 就是任何公司 会通知你的任何事情 他就接到一张 就是公司要 就是跟他解除合约 空服员穿上制服 就是公司的门面 不能和私生活连结 是基本要求 不允许随手一拍就上船 而且国内外 各家航空公司的规定 都大同小异 或许也是因为 这些不为人知的秘心 让曾经的梦幻职业 掉到第五名 华市新闻黄飘 和林志传 台北报导 哈喽 我是林仙怡 想要抢先掌握 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 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市新闻YouTube频道